哈喽 大家好 我是美国设计的康老师 那么今天呢 我做了这样的一个鼠标的案例 那么有同学就问到说是这个曲面上这块的纹理是怎么去做出来的 那么这块呢 我给大家稍微做一个讲解 那在渲染模式下呢 你可以看到这块的纹理呢 就像一个泰森桌面形嘛 然后呢 它往这个方向过来之后呢 慢慢的就开始变得光滑 首先呢 我们这个鼠标呢 其实已经做好了 通过细分曲面做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鼠标呢 切换到这个夺色模式来看一下 好 这个盖子呢 我们给它减下锁 然后发散一下 那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盖子是一个尸体啊 并且呢 它的边缘这里也是有起伏的 对吧 边缘这里是有起伏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边缘分析工具来分析一下 对吧 也没有外露边缘啊 像这样的纹理呢 其实是有点难度与技巧在里面的 那么我们呢 可以大概的看一下 在这个曲面的这个地方啊 我去做了一个分割啊 对吧 然后这块这个纹理啊 是从这里呢 给它敷上来的啊 就像敷面膜一样敷上来 好 那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肯定要用到一个工具啊 就是我们的Renor中的一个流动啊 流动的一个 沿着曲面流动啊 这样的工具啊 好 但是呢 这里呢 这个流动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我会用到Grasse当中的流动啊 而且Grasse当前也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流动领域啊 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啊 越来越重要啊 好 我们把这个面的给你看一下啊 然后呢 我把这个 准备好了 两块这个面啊 首先这个纹理呢 就是一个抬层桌边形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它也是有一个有一定的起伏的啊 像边缘的话呢 它是稍微的矮一点 中间呢 它是稍微的高一点啊 这样的一个造型 好 那么这块面呢 我们也做好啊 并且它是这样一个状态 是吧 会挺新的好啊 那么 呃 首先呢 是这块面啊 我们要给 把这个纹理啊 扶到这个面上来 对吧 扶到这个面上来 那我们呢 首先你需要把这个面的抽离出来啊 所以呢 我们抽离一下这个曲面啊 然后呢 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的这个 从物件建立曲线 还有一个 建立UV曲线 对吧 点一下它 点击这个面 空格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看一下 就来到我们的这个 这里啊 会产生两根线啊 一个是它的 就这块面啊 它是有控制点在外面飘着的啊 飘着的 然后呢 就是它的外形 那中间这个线呢 就是它切割之后的那个 那个 这块的造型线啊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的话呢 我需要把这个 线啊 进行一个挤出啊 中间这个线进行一个挤出 好 我去把这个纹理啊 给它进行一个切割啊 用一个分割工具啊 好 把外面这块删掉啊 这块也删掉 好 呃 最后这个线呢 可以隐藏起来了 然后呢 剩下了这样的一个纹理啊 首先呢 我们得把它封一个面嘛 以平面曲线建立曲面 好 我们需要把这个面选中啊 嗯 把这个面选中 把这个纹理选中 然后呢 给它执行一个边框方块啊 啊 变形控制器啊 然后呢 照一个边框方块 然后呢 实践 然后这里呢 X方向是这为10 Y方向是这为10 然后 X方向为5 然后这个方向也为5 然后呢 右击 好 右击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嗯 区域啊 就会有这么多的网格 那么我们这里呢 是它一个接缝线啊 对吧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是要去给它压平的 好 那这块的话呢 我直接给它选中啊 好 选中 然后呢 嗯 像这个地方也可以选中 这个地方的三个点 三个点可以选中 好 然后呢 我去给它执行一个操作啊 对 这里也可以选中 给它设置XY坐标 对吧 然后这里设置Z轴 好 我说到这个点上来 好 删掉它 然后填到我们的游染模式 你可以看一下这块是日平了 然后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Graph 好 这里呢 我已经提前打开了 嗯 我们呢 用到我们的Transform的工具组里面 这里会有两个流动啊 一个是不带加号的 还有一个是带加号的 所以这里的话 我会用到这个带加号的 填一下它 拿下来 首先呢 我们这个指令的上面 它是一个GMT吧 也就是几何学啊 几何学 一个几何物体啊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BREP啊 BREP啊 多种曲面的吧 BREP也就是这个文理给它连上来 然后呢把这个目标曲面给它连上来 那再连上来之后呢这里会有一个 这个是基层曲面连上来 然后呢这会有个再参数化 再贝子请右记一下 这里会有个再参数化 那包括这个目标曲面 目标曲面就是这块 这块我们依然是给它进行一个 连接在Tingle里面 然后呢右记 再参数化 好那么既然为什么没有反应 那其实我们在Renold中 它是需要点击的 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在这个Victor里面 然后呢这里会有一个搜标点 然后呢我们给它连上去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新的给它Fake 好这次呢把它给它上去 好这会呢你看一下这个文理呢 就慢慢的就已经一个过渡过来了 过渡过来了 然后并且呢它是可以组合到 我们可以组合一下 组合为一个开放的多重曲面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变远分析工具去分析一下 你看这块它就是完好的 完好的